在湖北 大量新冠病毒症状严重的病人进不了医院 有的没有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反而被强制隔离 湖北省襄阳市刘女士的母亲就遭遇了这种乱象 不得已在网上求救 刘女士的母亲目前本月初因脑衣血入院治疗 术后恢复良好 不料在CT检查时发现肺部稍有感染 被强行送往隔离医院 即使在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但仍然被关在隔离医院 使脑衣血恶化 生命垂危 然后变得越来越严重 现在已经是老水肿的后期了 后期的话就是这个专业名词的解释 就是说我给你读一下它的意思 我之前就也查了很多 然后就是说现在人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 你怎么喊它都反应不了 刘女士的母亲是在2月5日做的手术 本来说后恢复良好 四天后做CT检查时 被高支肺部有一点感染 怀疑是新冠病毒 强行送到中心医院的东京分院进行隔离 2月9日和12日 刘母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 非冠状病毒感染 院方还是在11日晚 就把刘母转进感染区重症监护室 不让家属进入 强烈的插胃管导致母亲胃部大出血 头部也再次出血 13日凌晨 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 医院把刘母亲从感染重症监护室 转回感染区普通病房 刘女士经过很多努力才能进去照顾 刘女士交集不已 联系各方面媒体 院方投诉电话 卫健委 救治组等 都未得到任何回复 刘女士透过网络发帖 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大纪元记者顾小华李懿报道 大纪元记者顾小华李懿报道 大纪元记者顾小华李懿报道